工商時間97MR 防摔手套帥氣安全 蝦皮熱賣中 大家好我是小魚 今天是一台特殊改 這台車現在是看三代站 然後他已經改成四代頭 三代站改四代頭對我們來講是不難 那常改我五代站也改四代頭 然後五代站ABS改四代儀表 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 Cosso儀表這個我們都還是照改 就是一些接線一些相關的 這個頭的話部分就是 很簡單那個車手的部分直接更換 那那是一回事 現在呢 這個車主要求我們幫他把三代站的 車殼下半身 改成五代站的車殼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動工幫他把 車架去做 改鎖點 然後更換成 五代站的車架鎖點以後 再把車架送去烤漆 所以這也就是 所謂的 借屍還魂 車主是對三代站有愛 那其實 如果有騎過三代跟五代的話 就會知道說 三代站的車架 真的很穩定 車架真的是比較好 四五代真的是 比較晃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先不管 反正 車主有愛 我們 就做 那 二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動工 我們現在有初步稍微合了 他的殼 殼合完以後呢 我們發現 最大的問題點是 其實 四五代的腳踏板置物空間 其實是比較短的 他的車架其實是比較短的 比三代還要再短 然後就會變成說 我們整個 屁股的部分 他也是會有誤差 他腳踏位置也有變 然後他比較短 而且他的水平高度也不同 然後到後面這邊 尾殼的時候呢 變成車殼太痛出來 到尾殼這邊 這邊變成骨架車的車殼太痛出來 然後我們為了要讓這一個邊條 可以銜接上 你的殼為了要合在一起的情況下 你就要往前 補 那往前補的情況下 其實 這台三代進站要改成五代站的殼 如果照 一些做法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會切骨架 然後把中間骨架切短以後再接起來 可是這樣子我又怕破壞到他 三代站的特性 因為三代站真的比五代站還要再穩 所以他的車架特性 情況下我們為了 不要改變他的車架 所以我們所有有切的 都只有這些扶手的支撐點這樣子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他這個尾燈 特別高 特別高的原因 我給大家看一下 特別高就是尾燈這邊 尾燈這邊呢 五代站的時候 他的尾燈是有上這個支架的 然後讓他車廂靠住 那靠住的情況下 尾燈會比較高 那三代站其實是沒有尾燈支架 所以三代站的尾殼都可以一直上下動 非常非常的鬆 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他就 水平比較低 其實三代站的水平大概在這裡而已 那他尾殼並沒有 靠在骨架上 五代站的尾燈是有一個支架這樣子伸出來 靠在骨架上面 那所以說我們為了靠在骨架上面的時候 整個就往上斜 所以我們現在又把他的骨架在 支點再往上修正 讓他做傾斜的 那屁股非常非常的翹 當然下面露出來的東西會非常非常的多啦 好那骨架的部分我們現在有剛剛看到的我們鎖點的更改啊 然後這些都還沒有做完 可是我們現在先把殼先合起來以後 我還要再詢問一下車主的對於這個狀況 滿不滿意 如果他不滿意我們要再做 修改啊 看是 要把支架 改低還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那最主要的一些龍骨的部分 我們就不打算動他們 因為 車身調性的情況下呢 如果更改的話有可能整個調性就改變了 那改變的情況下這台車可能騎起來就會變 跟之前的樣子不一樣 所以我們以改外觀來講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要繼續施工啦 好啦 那我們 現在已經完工了 大致上都完成了99%了 那剩下那一點點呢 就是車主一些要求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四代的戰鬥表 那這個大家頭都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就沒什麼稀奇的 我們改完以後呢 頭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最主要的是五代身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 可以看到他的五代身呢 完完全全都很合 那因為我們是內裝 船底的部分 也都有更換 船底 然後他的油冷排一樣有塞回去 油冷排一樣有改回去 然後船底整個都有更換 然後連小燈方向燈 大燈都有全部都來重新接線相關的 那 強化車台的部分呢 這是他自己用的那個原本我們把它裝回去 然後手頭的部分 太和經典你這樣打 沒事啦 那 最難的反而是屁股 最難的屁股 幫我開車廂 最難的就是屁股 車廂的部分呢 其實這個車廂還是三代的 是喔 對這個車廂呢 我們還是使用三代的車廂 然後三代車廂 那三代車廂呢 他我們有去切邊邊 整個有削邊 然後才能塞進去 然後他對鎖孔 對鎖孔 這鎖孔是另外自己製造的 然後前面還是有對到 好 那 幫我拿起來 然後我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那整個邊條的鎖點 整個邊條的鎖點 後扶手的鎖點 也是重做的 這也是重做的 重新再移位置 然後 車廂的鎖點 這個也有更換位置 然後重新再做 把它往前做移出來 然後車廂整個後座 整個更換 電池還用原本的 所以他的車廂裡面 還是用原本的 坐墊也是用原本的坐墊 用三代的坐墊 然後五代的車身 四代的後扶手 好 對 那從側邊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然後整個盒 然後 這個腳踏呢 是他本身自己有做的 那我們就把它切開來 讓他更換成 腳踏上去 讓他可以踩著 然後 這是三代車架 所以有這一支 可以看得出來 那他本身有強化過 我們就繼續 原用原本的車架 四代的後扶手 然後尾燈呢 也一模一樣 都有了 然後放下燈一樣在裡面 那這個 他有另外再包卡蹦 然後車架 那後面的車架呢 遮起來以後呢 他的電池 有去包卡蹦 會變這樣 好 前一版本的時候比較高 後來就覺得 車身的幅度 太怪 車身幅度太怪 所以後來我們把尾殼 再降低 降低的時候呢 車架露出來的部分 就比較少了 然後他後面 這是他的排架 整個他後排架 後排架大概就是這樣子 露出來這樣子 整個後排架 那他本身就是有短排的啊 所以說後排架的部分呢 就不用再移上去 如果後排架 還要再移上去的話 會更難 先講更難的地方 他在這邊的部分的空間就不夠 電池的空間 要往前移就不夠 所以這個車架部分呢 其實就比較難了 那其實整個引擎的部分呢 還是三代 然後 排氣管啊 右邊這邊啊 全部都還是三代的 然後他整個 原本的前種層啊 這顆 也是over框 這顆是overraising的框 這個是over框 然後 UF2的倒叉 杜漢的卡田 配上 碟盤 三角爪 光芒 YES 呵呵呵 好 配上光芒的碟盤 好不管 給他 他有包卡梦 好 然後整個他有包卡梦 那他邊條的部分呢 這邊 包了藍卡梦 這是功夫龍啊 他們是跟我們講說 是功夫龍不算卡梦 可是大家還會講說他是卡梦 然後這是藍色的 然後 尾上跟尾下呢 包了黃色的卡梦 整個這樣包完 非常非常的漂亮 三代近戰 該五代生 四代頭 整個工程呢 完成了 那整個形狀大概是這樣子 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你有想法 今天是 你有想法 我想盡辦法 我沒辦法說我有辦法 我只能說想盡辦法 那這個工程非常浩大 當然也是比較昂貴 這種是純手工 燒焊完 然後再做 烤漆的 簡易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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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